在以往的国际议题当中,以英美为代表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,往往置其他国家的利益与补顾,宁可破坏国际局势,也要为自己的纳典利益添转加往,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色,展显得一览无遗。 不过天地有争气,杂然负流行,英美不要以为自己还可以肆意妄为下去,在这一问题上,中国绝不与英美澳三国同六合污。 就在不久前的8月29日,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对英美澳核潜艇合作的态度。 赵立坚强调,中方坚决反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,在本次审议大会期间,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这一合作表达了关切,认为其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,冲击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,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。 赵立坚还强调,中方主张建立开放包容的,政府间讨论进程是完全合理的美英澳不应阻挠。 赵立坚提到的审议大会,其实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,该大会日前与美国举行,共有大约191个国家参加,堪称全球军控协议的老大哥。 从名字也能看出来,该大会并不关注,诸如飞机坦克这样的细枝末节,它的对象只有一个,那就是核武器。 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,世人便对这种化时代的武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,也对它的杀伤力心有预计。 如果每个国家都有了核武器,那就相当于把地球绑在火药桶上,谁都能炸一下。 因此各大国很早就开始约束核武器的扩散,防的就是这一手。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该工作的产物,但是一纸条约能约束得住所有国家吗? 尤其像美国这种美国优先的国家,就更是把它当成白纸了。 别说扩散核武器,如果有理可图,美国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盟友都给出卖掉。 这种事它做的可太多了。 而在2021年9月15日,美国便为了一己私利,主动向盟国扩散核技术。 当天美国宣布和英国、澳大利亚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,即澳英美联盟。 美国和这两个国家关系好的都要穿一条裤子了,臭名昭著的五眼联盟,就有他们三个的身影。 这算是昂格鲁、萨克逊人的核心圈子,那么美国还打算折腾什么伙伴关系? 相信大家已经想到了,这肯定和核武器有关。 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假,转让核技术才是真。 当天美国就宣布,美英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,将帮助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,协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。 始作勇者,岂无后护。 不过暂核武器条约每五年修订一次,最近这一次还因为疫情延期了。 但中国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反对,可是从去年9月15日就开始了。 变观相关新闻,几乎每隔一两个月,我方就有高级别人士就此表态。 光是赵立坚自己就已经强调了好几次了,为啥中国如此强烈地反对这项合作?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。 英美两国上个世纪就有核武器以及核潜艇,这是武偿安身立命之本,我们自己也有。 还犯不上反对英美两国。 但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还是无核国家,接受核潜艇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信号。 一方面来讲,核潜艇上面的核反应堆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,很容易被澳大利亚用来提高自己的核技术。 至于澳大利亚会不会使用这些技术去发展核武器,这也谁也无法断定的。 而且今后澳大利亚将有正当的理由去购买核材料,这就已经令那些苦苦追求核武器的国家羡慕不已了。 要知道所有无核国家想要购买核材料,都要经过重重审查武器级别的核燃料对他们来讲。 几乎是不可能买来的东西,伊朗建了那么多离心机工厂,就是为了体炼矿石中的浓缩油,但澳大利亚轻轻松松就能买到。 另一方面核潜艇都有了,下一步是不是给他装上核导弹? 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。 作为武昌之一的英国,他的核潜艇技术和牵涉核导弹,就和美国的帮扶脱不开关系,陷进英国核潜艇甚至要跑到美国去维护。 再者说难道还要去读一艘,核潜艇里呆的不是核弹吗? 即便他对外宣称使用常规导弹,那也要撂低从宽,避免听信敌人放出来的烟雾弹。 有了核技术和核潜艇,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太过值得担心的事,关键是要看谁有这东西。 青春都长在哪里不影响自己? 当然是长在别人的脸上。 如果是某个美洲国家有了核潜艇,现在忧心忡忡的应该是美国。 而澳大利亚和我国的关系自不必说,这个国家装备核潜艇能够让人想到的唯一的目标,恐怕也仅有中国自己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澳大利亚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弱得可以,且与它没什么矛盾。 不用核潜艇澳大利亚也对他们呈碾压之势,这摆明了就是针对中国的印度,哪怕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也不是美国的战略终点。 从美国的布局也不难看出来,面对日益发展的解放军,美军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优势,正在逐步把权力下放,选择壮大盟友以扩充整体力量。 日本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,近些年来日本撕毁和平宪法,自卫队不断扩军备展增加军费,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松开了狗链子。 如果不是日本被美国原子弹炸过,对核武器有着本能力敏感,恐怕日本要比澳大利亚更先得到核潜艇。 东亚有日本,那么南太平洋有谁呢? 澳大利亚舍我弃谁,就是想当美国在亚洲的反华敲头堡。 那么作为主人的美国,给自己的宠物一点好处,岂不是天经地义之事? 以上便是中国坚决反对,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原因。 亚洲本来就不消停,美国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的举动又何尝停止过? 澳大利亚又来扩军备展之举,必然更加剧周边局势紧张。 当然以上是现实考虑中的因素。 作为世界上做二亡一的大国,中国还有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对美国说不的理由,那就是大国的担当。 对美国说不需要勇气,更需要实力。 当下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,中国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有底气的那一个。 在去年年初的中美高层对话上,一句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,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,足以说明中国在面对美国时的态度。 具体到这件事上,澳大利亚掌握核潜艇威胁的不仅是中国,还有印度。 印度这个国家一直将印度洋看作是自己的内海,企图独霸整个印度洋,掌握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路线。 在中国海军尚不足以把影响力扩大到印度洋的时候,印度面临的阻碍其实并不多。 但此时澳大利亚的突然出手,无疑是给印度狠狠上了一课,印度难道就能确定澳大利亚的核潜艇,不是针对自己的吗? 显然是不可能的,核潜艇又不是固定吧,难道能去南海去不了印度洋? 但是印度不满归不满,他没有能力去反对英美澳三国的核潜艇合作计划,自然只能望洋心坛在这一问题上忍气吞声。 但是中国不同,我们是有掀桌子指着美国骂的能力的。 在核技术扩散这一问题上,除了中国,谁还能对美国表达反对的态度呢? 这其实也是近些年来,不断出现的一种趋势。 在诸多敏感的问题上,美国仍旧肆意妄为,而那些被美国侵害利益的国家,又没有站出来说话的资本,于是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国身上。 希望中国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,这背后体现的便是中国的发展。 中国已经用自己的行动雄辩的说明一点。 论和针对中国的阴谋轨迹,亦或是陷阱圈套,都难以起到什么效果,中国不吃这一套。 这次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,也必然录得这样一个下场。 麻烦了 那我们rrn的科学会真正的改造。 这次美国和针对中国偃召的美国共和针对中国人来民进行的时候, 因此美国和针对中国人来打的美国锦航多利亚出售小胃力, 这次美国和针对中国人来打的美国的领绳, 那我们也论和九国人来打的美国。 感谢观看